第二八一章 我没啥打斗经验 噗 利剑可以清晰听到自己身体被破开的声音 他心里有一种恐惧和悔恨 在他想来 他绝对不是实力不如敌九 而是神念和对方相差太多太多 敌九的神念很有可能超过了十集 他的思想到了这里彻底顿之主 然后他的元神陷入了黑暗 敌九张手就将利剑的戒指抓在了手中 神念迅速地落在戒指上 居然没有破开 敌九不经反省 一般的戒指静置 哪怕是画针修饰的戒指静置 他的神念也可以轻松破开 既然破不开 那就说明这个戒指需要他花时间去练化 一个戒指需要他花时间练化 很有可能就是斜牙雪山底 那个只有元神女修说的真灵世界 和真灵世界相比 小世界就是渣渣 修真戒小世界虽然不常见 却也不少 真灵世界那绝对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敌九没有继续练化真灵世界 他的目光搂住了长销和举谬的战斗上 举谬的实力本来就不如长销 伤势还比长销重 此刻被长销压着打 敌九估计也就是十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 果然敌九刚刚想到这里 长销的万军鞭就裹住了举谬的法宝 跟着万军鞭将举谬四为两半 长销久经战阵 根本就不等举谬的元神一出 再次一边过去 举谬神魂俱灭 连求饶都没有来得及 多谢红英少爷出手 长销并没有第一时间拿走举谬的戒指 而是对敌九一抱拳 敌九也是一抱拳说道 长阁主客气了 应该是我感谢你才是 若不是长阁主突然出手 我怕是要逃走 敌九倒是没有瞎说 别看他杀利剑轻松 事实上那是利剑受伤 也没有想到 他的神念超过了十级 这才被他暗算得手 若是对方知道他的神念超过了十级 恐怕还有一番战斗 才可以干掉利剑 当然 怕他是不怕利剑的 当初我闭关 被利剑和举谬偷袭 利剑更是不要脸地霸占了天机阁 我一直躲在一边寻找机会 今天若不是红英少爷 我长销要报仇 还不知道要躲到哪一天 说不定再也没有机会 所以请红英少爷接受我的感谢 被我杀的这人叫举谬 是一个跨入玉境的强者 他的戒指 还请敌兄收下 长销极为诚恳地说道 若是换名子这么说 敌九说不定就收下举谬的戒指了 这个长销 人看起来比较豪爽 敌九始终更相信 换名子一些 换名子失意离开天机阁 固然是利剑弄的鬼 和这个长销 估计也有一点关系 长销现在伤势 比利剑和举谬都轻 显然当初并不需要失踪 这家伙失踪 让换名子一个人 对付天机岛的变故 应该是存了 让换名子做炮灰的想法 换名子事后 也没有去寻找长销 怕是看穿了长销的想法 心里失落而已 长销躲在天机岛的法阵边缘 见自己有资格挡住利剑 就毫不犹豫地出来利用他 这人品就不咋地 估计在长销心里 自己也是被利剑杀得了 只要他能挡住 利剑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只是没有想到 最后反而是利剑被杀了 这样一个人 笛九不大相信 对方会将一个 欲尽强者的戒指送给他 多谢长阁主 我自己有戒指 而且举谬也是 长阁主亲手宰掉的 我不能拿这枚戒指 笛九说完 对已经出来的笛笛和田窟说道 田叔 笛笛 我们走了 等等 长销忽然拦住了笛九 笛九脸色一沉 背后天梭刀的红鹰 无风自动 一种消杀的气息 从笛九深周弥漫开 长销没有见到笛九 是如何杀利剑的 但是笛九 能在他杀掉举谬 之前杀掉利剑 实力应该不会比他差多少才是 现在笛九杀气一开 他连忙说道 笛兄切莫误会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笛九心里冷笑 既然是不情之请 那你还说个屁 见笛九没有借自己的话 长销只好继续说道 二阁主利剑暗算我的时候 抢走了我的戒指 我希望笛兄能将利剑的戒指 给我 当然 笛兄尽管提条件 除了举谬的戒指 送给笛兄外 我天机阁所有的东西 只要笛兄开口就行 笛九听到这里 一跺脚后悔地说道 这王八好狡猾 早知道如此 我就是燃烧一些 自己的精血 也不能让他的元神顿走 长销脸色一变 惊声道 笛兄 那利剑逃了 笛九叹了口气说道 是的 我一刀撕裂了他的肉身 可是没有想到 他居然还有一个元神 顿术 他的元神 在肉身裂开的瞬间 卷起了戒指顿走 我没什么打斗经验 没能第一时间拦住他 长销的实力 虽然远强于笛九 可他的神念 远远不如笛九 笛九在战斗中 不仅可以补齐 九九星斗大阵 然后对利剑偷袭 而且神念 还可以观察 长销和举谬的战斗 他清晰地知道 长销在和举谬战斗中 神念还无法 顾及周围的东西 所以他说 利剑逃走了 哪怕长销不相信 也不能确定 长销脸色变换了几下 过了好一会 他才说道 唉 看样子天玑岛以后的事情多了 笛兄 不如去我天玑阁一座可好 笛九一抱拳 多谢长阁主 我和朋友约好了 以后 有机会再来打搅 阁主 说完 笛九的目光 落在了被他定在牌坊上的那名青年 和中年男子身上 那中年男子 一直关注着笛九这边 看见笛九的目光扫过来 急切地叫道 阁主 那个女子 笛九 哪里会让他将话说完 两道任盲 直接飞了过去 中年男子的声音 一顿 神魂俱灭 那青年一样 被笛九的一道任盲定杀 没有半点声息 长肖的脸色冷了下来 笛九这一手任盲 连元神都可以直接定杀 真的 如他所说 因为打斗经验不足 让历剑的元神逃走了 唉 那是我天玑阁的一个掌柜 本来我还打算问他几个问题的 长肖 爱了一声 与其听起来有些傲盲 事实上他 内心深处 已是极度愤怒 那掌柜显然有话要说 笛九根本就没有 让他说出来 笛九听得出来 这是对他不满了 他心里冷笑 要打就打 长肖一个人 他还真的不惧怕 声音转冷地说道 此人将我姐姐笛笛 和我舒天骷鲁来天际岛关押起来 若是长阁主不满意 我杀了他 尽管放马过来 我笛九接着就是 长肖一愣神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笛九立即翻脸不认人 同时他也没有想到 笛九带走的这两人 一个是他的姐姐 一个是他的叔叔 本来他还打算借口 留下笛笛和田窟的 笛九这话一说出来 那肯定是不成了 不过长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红英少爷说哪里话 无论如何 这次我还是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笛九微微一笑 知恩图报的人 我见得不多 忘恩负义的人 我倒是见了不少 长阁主倒也不必放在心上 笛笛 田叔 我们走吧 说完笛九抓出一艘飞船 卷起笛笛和田窟 飞船化为一道虚线 直接穿过了天机岛的护镇 瞬息消失不见 长肖冷冷地看着笛九消失的方向 心里愈发震撼 这绝对是一个九级的王震师 这才可以无视这里的护镇 笛九说 笛笛戒着戒指逃走了 他始终带着怀疑的态度 虽然有这个可能 可能性绝对不会太大 他对上笛九没有半点把握 否则的话 他绝对不会让笛九走掉 等他伤势康复后 他还要去寻找这个红英少爷 阿九 你现在是什么 修为了 笛笛可是亲眼看见笛九杀了笛笛 他不清楚历见的境界 也猜到笛九现在的 实力不会简单 所以飞船一离开天际岛 就迫不及待地问了出来 田枯也看着笛九 他接触修真以来 才知道宇宙之中 还有无数的奥秘 这些奥秘当初他 作为一个边疆战将的时候 是绝对想不到的 我是画真一层 实力还比较弱 换名子前辈 将会协助我在这里 建立一个新河派 到时候你和田叔都要在宗门内 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 因为我需要去一趟真狱 笛九拿出了两枚戒指 分别递给笛笛和田枯 这戒指里面有各种修炼资源 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我知道 现在我们要去什么地方 笛笛没有询问真狱在哪里 他估计也是一个遥远的心狱 进入修真界后 他就清楚 再也不能和当初在明珠城一样 一家人相聚 再远 也在自己知道的距离之内 唯有他努力提升境界 这才能够想去什么地方 就去什么地方 缩短亲人之间的距离 回新河派 笛九答道 回新河派之前 笛九决定先炼化真灵世界 等真灵世界炼化了 他将小世界给笛笛 然后让笛笛和田枯 进入真灵世界 只有笛笛和田枯 进入了真灵世界 他才有机会去五路城看看 这次去五路城 笛九没有打算光明正大的去 而是打算偷偷进去 进去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要看看 他能不能借助石海中的金色道泽 提前进入五路道塔 第二八二张宇宙 胎魔 飞船交给了田枯控制 笛九进入船舱炼化真灵世界 因为石海中那一道金色道泽的存在 笛九肯定他现在的神念 就是真狱的御主 也比不了 神念再次渗透进真灵世界后 笛九明白了怎么回事 历剑根本就没有彻底炼化这真灵世界 历剑只是炼化了这真灵世界的一角 他的东西就堆积在这一个角落处 现在笛九的眼光可不低 尽管历剑的东西不少 各种灵丹 灵草 功法 和法宝等 笛九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自己 就是一个八品丹王 和顶级七王启会 在意这些 是真灵世界 历剑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炼化真灵世界 除了神念不足外 还有就是受伤未雨 笛九可不同 他没有受伤 神念还远胜于历剑 就是当初拥有真灵世界的那个 只剩下原神的女修 神念也远远不如笛九 真灵世界的静止 在笛九的神念之下 就好像刚才遇见烈火 不断被焚烧 仅仅三个月时间 真灵世界就彻底地呈现在了笛九的面前 就是笛九自己也是感慨不已 这是一个早已成型的真灵世界 尽管比起五大陆来 这个真灵世界还太小 不过地球丢在它的真灵世界里面 估计根本就看不到影子 真灵世界经营的并不怎么样 只有稀稀拉拉的灵草 和一些寻常的山脉江海 灵气比较一般 但在笛九感觉中 这个真灵世界极为稳固 笛九将小世界中所有的东西 全部送入了真灵世界 特别是那一株七色盘桃 哪怕它放了几条极品灵脉在旁边 那七色盘桃在小世界里面 也只是保持着不死不活的样子 显然作为一个没有天地规则的小世界 并不适合七色盘桃这种灵物存在 七色盘桃被笛九移栽到真灵世界后 立即就多出了一丝生机 一条极品灵脉被笛九植在七色盘桃旁边后 七色盘桃愈发显示出一种旺盛的气息 笛九松了口气 看样子七色盘桃在真灵世界 是可以继续成长的 都已经是原魂四层了 笛九看见笛笛的修为 是真的被镇住了 这修炼进度比他都要快不少 这让笛九心里有些担心 阿九 我原魂四层了 笛笛被笛九叫出来后 心里很是得意 笛九摇了摇头说道 笛笛 你的资质太高 在资源足够的情况下 进步太快了点 这不好吗 笛笛不解地问道 修为自然是越高越好 修为包括了根基 静剑 心境等等因素 你才修炼几年时间 若是心境不稳的话 很容易造成根基溃散 走火入魔 笛九正色说道 笛笛有些不同意地说道 可是我并没有觉得 我的根基不稳啊 我的心境也很好 笛九犹豫了一下 拿出一枚戒指 递给笛笛说道 笛笛 你将这枚戒指练化了 这是一个小事件 里面有我的 炼丹 炼气和正道心得 你每闭关一段时间后 就开始研究一段时间 单正气道 这有助你巩固心境 好吧 笛笛接过了笛九的戒指 想想又补充了一句 阿九 你以后要叫我姐 我知道了 笛笛 笛九指了指小事件 这个戒指练化后 会彻底消失不见 只有你自己能看见 里面还有我的几枚刀一幅 本来要发作的笛笛 听到小事件练化后 会消失不见 马上忘记了 刚才要发作的话 赶紧拿起小事件神念 渗透进去 你等一下练化小事件 我还有神念盾和神念段 要传给你和 田叔 笛九指住了笛笛 立刻练化小事件的想法 再次拿出了几枚预解 神念盾是顶级的盾法 这种功法 它自然要传授给身边的人 三天后 笛九出现在了 五路城的外围 笛笛和田窟 都已在真灵世界中修炼 小世界中很难修炼 它的真灵世界规则 虽比不上小中央世界 让笛笛和田窟修炼倒也足够了 而且 真灵世界比小世界要稳固得多 轻易不会破碎 里面灵脉 可是有一百多条 笛九来五路城 唯一的目的就是五路道塔 若是能够进入五路道塔 它想要感悟五路道塔 所有的基础法则 距离下一次五路道塔开启 也没有多长时间了 小中央星关闭后 笛九并没有看见笛飞雪 但他很清楚 笛飞雪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笛飞雪拥有五路道 则闻 下一次五路道塔开启的时候 这女人必定会带走五路道塔 她不提前来 说不定以后没有机会 尽管同属于笛家传承 笛飞雪也是一个受害者 笛九对笛飞雪并没有多少好感 这个女人半猪吃虎 实力也是远超同街 明明可以登上海榜第一 偏偏勉强排在了第23位 笛九连易容都没有去做 她的十一级神念隐匿身形 除非有顶级化真强者专门盯着她 否则的话 不可能有人发现 她进入了五路城 一进五路城 笛九就 觉察到五路城的气氛有些古怪 都过去几个月了 依然是到处都在谈论 虚建宗在小中央星驻地被毁的消息 继昆宗之后 虚建宗宗主肖无在小中央星广场 被人公然斩杀 不仅如此 虚建宗化真四层的长老概述 以及几十名虚建宗天才弟子 都陨落在了小中央星 没有人看见是谁做的 但是有一个传闻出来 做这件事的 是一个长满胡须的少年 这少年实力很强 已然是化真五层 他之所以要做掉虚建宗 在小世界新广场的驻地 是因为虚建宗的宗主肖无 得罪了他 得罪他的事情 有两件 第一 肖无在拍卖会上 竞走了一枚真玉天才战的名额 第二肖无竞走了运真绝果 听到这些议论 抵九倒是有些意外 他对虚建宗没有好感 对那胡须少年 同样没有半点好感 虽说他不惧被别人找上门 现在能撇开关系 自然更好 五路倒塔外围 被一层层道运阻碍 就好像一层触摸不到 也看不到的无色乌碍一般 换成一个人站在这里 不要说找到五路倒塔的入口 就是准确找到五路倒塔的位置 恐怕也不行 抵九法极为欣喜 他一走到这道运边缘 就感受到了 自己在五路倒塔 感悟过的基础法则 这些法则此刻 清晰地在抵九意念中 形成了一个层次 一条模模糊糊的道路 每一步走出 抵九就可以清晰感受到 下一步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一直走到第九十步的时候 抵九停了下来 他面对的是一片 朦胧模糊的道运气息 第九十一步应该落在什么方位 抵九完全弄不明白 果然和自己爬到了 五路倒塔的第九是曾有关系 抵九没有妄动 五路倒塔没有开启的时候 如果这么容易进去 那估计也等不等到他今天来了 抵九坐在原地 神殿落在石海最深处 他直接催动那小石块里面的 金色稻泽 那金色稻泽 则应该还不算他的东西 这个时候不用难道等过七座费 让抵九恼火的事 这次金色稻泽动也不动 就好像没有感受到他的要求一般 在反复尝试了数十次后 抵九有些恼火了 在自己的石海里面存身 自己现在需要这金色稻泽 帮一点小忙而已 这金色稻泽也不愿意动 这金色稻泽 简直是没有一点寄人篱下的心态啊 神念疯狂卷动 抵九索性将那小灰石 从石海中驱了出来 落在了自己的手上 金色稻泽不是他的 那小灰石可是他捡到的东西 抵九修炼到画针一层 又比别的修士更早接触到各种规则 隐隐约约感觉到 金色稻泽不会卷走他的小灰石盾跑 因为小灰石是他的 金色稻泽卷走小灰石走 就会有一种因果羁绊 小灰石一落在手中 抵九隐约感觉到世界书动了一下 世界书太过浩瀚 抵九到现在连其中的皮毛也没有看完 世界书一动 抵九的神念就落在了世界书上 让他震撼的是 在世界书中又多了一页 这一页还在剑木那一页的前面 这一页上只有一片朦朦胧胧的巨大圆盘 哪怕只是图案 那圆盘的气息也是豪瀚万千 就好像整个混沌宇宙一般 抵九刚想到混沌宇宙 就看见了那下方的一行注解 宇宙胎魔 缘起混沌 烈化亿万宇宙 演万物生灵 第二八三章五录印 抵九震惊地看着手中的小灰石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个小灰石居然是一块宇宙胎魔碎片 难怪那金色道 则会选择他手中的胎魔碎片为存身所在 这胎魔碎片中的金色道 则估计是宇宙中顶级珍贵的宝物之一 不过既然不是他的 又有什么值得珍惜的 抵九的意念 刚刚想到那金色道 则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 就看见抵魔中的金色道 则荡漾出一道又一道的细微金色灵纹 在这金色灵纹之下 抵九眼前的空间瞬息明朗起来 五路道塔的入口出现在了抵九的面前 那入口本来是关闭的 当金色灵纹落在那关闭的入口处后 五路道塔的门直接打开 抵九心里大喜 几步就冲进了五路道塔 手一张 小灰石再次进入了自己的石海深处 这次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爬到哪一层 抵九可是毫无顾忌地在五路道塔里往上冲 前面90层的五路道塔基础法则 抵九早已感悟 他很快就来到了第91层 抵九这次来五路道塔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感悟五路道塔每一层的基础法则 第九十二层 第九十三层 无论是修炼层还是炼体层 抵九都是一律略过 他神经的肉身 天刀中的大昆 炼体觉总纲虽然不错 他也只能修炼到神经 想要将自己的肉身提升到更高层次 那就必须要在更高层次的天地规则之下 所以只有进入了仙界 他才能突破炼体 只是数天时间 抵九就来到了第106层 第106层居然是淬炼 神念的一层 可惜对抵九依然是积累 他的神念超越了10级 跨入了一个更新的层次 哪怕他在五路道塔第106层 继续淬炼几年神念 恐怕也很难突破到12级 他的神念之所以可以突破10级 抵九可不认为是他运气 或者完全是神念段的功劳 在抵九看来 他的神念之所以能够超越10级 主要是因为那雷鼓中的太古雷石 太古雷石蕴含着一种超越修真界的规则气息 加上他的石海早已到了10级巅峰 结果在跨入化真境的时候 他的神念同时冲出了10级 第107层 第108层 抵九一跨入第108层 那种蕴含着清晰规则的浓郁灵气 就扑面而来 狂暴的推力也席卷过来 抵九强压住内心的狂喜 开始感悟这一层的基础法则 他已经决定一定要在这一层修炼一段时间 在这里修炼 比待在灵石矿山 或者是躲在灵脉堆里面修炼要好的 太多了 当抵九感悟到第108到五路道塔的基础法则后 他的尸海忽然再次扩大了一个层次 曾经被他感悟过的所有神通 或者是法技都愈发清晰起来 抵九随手打出一个手绝 一道太古雷纹在远处炸开 空间中灵气骤然剧烈波动起来 整个空间都在震荡 好东西 抵九欣喜不已 他知道自己在感悟了五路道塔的108到基础法则后 以后就算是没有那一道金色道则 他感悟神通或者是感悟别的技能 也是更加迅速和清晰 就是刚才那一道太古雷纹 现在他施展出来 比刚刚学会的时候威力也大了数倍都不止 直到此刻 抵九才开始检查第108层 很快他就看见了 悬浮在第108层上空的一枚硬件 硬件呈现淡淡的黄色 只有八掌大小 抵九走过去一伸手 这枚硬件就落在了他的手心 神念扫进去 这似乎就是一块极为普通的硬件 硬件的下方刻着几个字 五路印 抵九将硬件送入了真灵世界 也不知道这硬件被他拿走后 抵飞雪那个女人将来来这里的时候 还能不能炼化五路倒塔 无论能不能炼化 抵九都不打算将这枚五路印留在这里 他再次炼制了两个阵盘 打算将迪迪和田枯也叫出来修炼 不过当迪九将阵盘炼制好了后 才发现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让迪迪和田枯出来 就是他自己 在这里也进不去真灵世界 在这五路倒塔顶层 他的真灵世界只是一个戒指而已 抵九倒也并没有在意 迪迪和田枯的实力还低 留在真灵世界修炼也是一样 五路倒塔第108层规则七夕 灵气倒运浓郁 是最适合他短时间提升修为的地方 根本就不用迪九布置聚灵阵 他一开始运转星合觉 蕴含清晰规则的浓郁灵气 就将他完全裹住 迪九很清楚 到了化真境后 他每一个境界提升都很是艰难 可在这里 他的修为提升似乎也并不是太艰难 仅仅三个月时间 迪九就跨入了化真二层 然后向化真三层冲击 一年后 迪九跨入了化真三层 秦前山脉 一直是小中央世界比较有名的山脉 这里山清水秀 风脉相连 方圆数十万里 也是毫无人烟 按理说 这种空旷的地方 是建立宗门的最佳去处 但无数年来 没有一个宗门 选择在这里建宗立门 原因不是这里没有灵气 而是这里的灵气散乱不堪 不要说修士在这里修炼 就是妖兽都不在这里停留 散杂的灵气不适合修炼 也不适合生长灵物 传闻上古时代 秦前山脉屹立着一个顶级宗门 大秦宗 后来修真界大乱 大秦宗也在大乱中示威 最后被灭掉 宗门的八条极品灵脉被人抽走 所以想要再在秦前山脉建立宗门 就必须要先植入八条极品灵脉 用来聚集天地灵气 让散灵之地化为修炼宝地 如今修真界资源匮乏 不要说八条极品灵脉 就是八条下品灵脉都不容易弄到 至于极品灵脉 那只能听听就算了 敌九请幻名子寻找宗门的时候 幻名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秦前山脉 幻名子知道这是一个好地方 同样也知道八条极品灵脉太过夸张 所以在他想来 只要有一条极品灵脉 然后他将这条极品灵脉结为八段 这样的话 也勉强可以在秦前山脉这种风水宝地建立宗门了 让幻名子没有想到的时候 敌九一出手 就是给他十条极品灵脉 有这么多极品灵脉 他还在意什么 虽然秦前山脉的灵脉 他还没有植入 但是新河派已经有了初步的宗门气象 作为曾经天机阁的三阁主 幻名子和众多的商楼都有些交情 在他宣布建立新宗门后 自然是有商楼帮忙 修炼无岁月 敌九沉浸在疯狂的境界提升中 转眼两年过去 当敌九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已经是画针四层 不能继续修炼下去了 估计五路道塔下一次开启 就在不久后 敌九收起周身感悟的基础道则 强大的道则力量席卷过来 下一刻 他就落在了五路广场上 他的神念第一时间就扫到了敌飞雪 敌飞雪正在一处商楼中 似乎购买什么东西 他的修为此刻已是洁生进二层 应该是在小中央星 获得了大量的好处 敌九正准备拿出通讯珠 给换名子发一道讯息 就发现自己的通讯珠 多了十几道讯息 全部是换名子发给他的 最后一道讯息就是三天前 说昆宗 虚建宗和海王公三大宗门强者 前往新河派拜访 语气有些模糊 敌九没敢耽搁 仅仅一个神念盾 就落在了新河派外围 第284章新河危机 新河派外面的护震 是七级护震 这应该是换名子布置的 换名子说 只要一条极品灵脉 不过敌九的神念 简单扫了一下 就知道这里 植入了八条灵脉 这八条灵脉分方位布置 完美地聚集了 方圆十数万里的灵气 让灵运一下就清晰起来 对这八条灵脉的位置植入 敌九很势情配 但对这八条灵脉的保护 敌九觉得远远不够 这八条灵脉 仅仅依靠宗门的七级护震守护 那意思是说 只要宗门的护震被攻破 那这八条极品灵脉 就是摆设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抽走 宗门的护震敌九自然要改掉 宗门护震 必须要有绞杀震和困杀震 绞杀和困杀 不仅仅是针对宗门外面的人攻击 同样针对宗门内部 只要有人敢攻击宗门护震 或者是抽取灵脉 绞杀震就会激发 敌九相信 以他的震到实力 加上他的神念水准 布置出来的困杀和绞杀震 有八条极品灵脉 循环支持 就算是预境强者来强行攻击 或者是抽取灵脉 也只能被困杀震困住 然后被绞杀震卷入 最后被绞杀王 布震不着急 敌九的神念 已经扫到换名字和显泽证 陪着四名修士说话 看换名字的脸色不大好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好话 敌九叫出了敌敌和田窟 是一两人跟随自己 一起进入宗门 敌敌借助真灵世界杜绝 毒虚神进三层了 田窟也到了金丹九层 宗主 魏珊珊对星河派重建最事积极 星河派大部分弟子 都是他亲手招收的 敌九一出现在星河派门口 他就得到了消息 我不是宗主 宗门是换名字前辈 帮忙建立起来的 不等敌九说完 魏珊珊就急切地说道 换前辈根本就不愿意当宗主 敌九摆摆手 我知道 宗主就让锦莫双担任吧 可是莫双姐不在啊 敌大哥 你不当宗主 星河派一时间也无法凝聚起来 魏珊珊急切地说道 一个宗门的确是需要有宗主 没有宗主的宗门 那等于没有了灵魂 敌九略一陈寅就说道 好吧 那我就带一下临时宗主 对了 珊珊师妹 魏和宗门到现在还没有名字 星河派宗门驻地气象万千 按理说宗门都建立几年了 换名字不会连宗门名字都忘记写了吧 魏珊珊赶紧说道 换名字前辈和显泽前辈都说宗门 名字只有你能写 等你回来书写宗门名字 敌九知道换名字和显 则应该误会他了 事实上 他主张建立星河派 仅仅是为了帮助锦莫双 还有为了还给星河派功法的恩情而已 集业大陆的星河派被灭 也和他有直接的关系 敌九没有解释 再次问道 昆宗 虚建宗和海王宫的四名化真强者 来这里有什么事情 是不是为了昆宗宗主失踪的事情 魏珊珊犹豫了一下 有些担忧地说道 不是的 昆宗的化真强者没有提这件事 他们来这里主要是为了秦前山脉 他们说秦前山脉是各派修士失恋所在 星河派私自将这里建立成为宗门驻地 是没有道理的 若不是换名字前辈 他们说不定要动墙了 既然奈何不了换名字前辈 那为何到现在还不走 敌九疑惑地问道 魏珊珊小声说道 他们和换名字前辈在扯皮 听说过几天真异的天津御主会来一趟 还听说天机阁的大阁主长肖也会来 敌九心里也是暗自感慨 当初他看见天津御主的时候 神念都不敢扫过去 就是因为天津御主太强 现在再听到天津御主要过来 敌九反而很是平静 他相信 以他现在化真四层 加上超越十级的神念 就算是天津御主全力出手 估计也无法奈何他 至于鹿死水手 那还很难说 现在他根本就不惧天津御主 至于天机阁的大阁主长肖 敌九从未放在眼里 两年多时间 长肖伤势好了 又怎么样 当年他不惧长肖 现在更是不惧 敌大哥 我去通知换名字前辈 说你回来了 魏珊珊语气很是激动 敌九回来 比换名字在这里 似乎更加让他心安 敌九止住了魏珊珊 不用 你将敌敌和天书 安排到我所在的山峰修炼 我需要重新布置一下宗门护阵 敌九的神念 已经扫到了属于他的山峰 星河派的正中心 山峰被命名了 星河峰是宗主峰 是宗主 魏珊珊赶紧攻身应道 他知道敌敌和田窟 是敌九的亲人 而且现在敌敌的修为 似乎比他还要高了 那么一点 等魏珊珊带走敌敌和田窟后 敌九落在了宗门护阵之外 他决定重新布置宗门护阵 一枚枚用地心文精和天子雷石 炼制的阵旗 被敌九植入地下 一柄柄极品刀器 被敌九作为阵击 宗门护阵和寻常的困杀阵自然不同 哪怕敌九是一个九级王阵师 也无法短时间内布置出来 特别是那种护住灵脉的困杀和绞杀阵 敌九相信 除了他之外 还真没有人能布置起来 主要原因是他得到了 千锋华毫无保留的阵道传授 千锋华应该是仙界强者 一个仙界强者毫无保留的阵道传授 自然比修真界的阵道要强很多 十天后 敌九彻底将宗门护阵和绞杀阵布置完毕 他在布置护阵的时候 突发奇想 将五炉道塔里面感悟的108道基础法则 融合到了108个主阵机中 在敌九看来 他布置的这个护阵 甚至可以和十几法阵媲美 新和派宾客店中 换名字的脸色很是难看 四名化真强者 硬生生地坐在新和派的宾客室中 半个月都不走 都是东扯西扯 他知道这四人的意思 那是牵制住他何显泽 主要还是不想让他走 原因自然是极品灵脉 在这些人看来 敌九失踪了 敌九在小世界星获得的灵脉 必定都在他换名字身上 新和派能用八条极品灵脉 作为宗门基地 就说明了情况 秦前山脉本来就是一片荒芜人烟的所在 现在被新和派经营起来了后 眼红的人都和马皇一般过来 想要在新和派吸血 广长老 请述 我无法继续做赔了 我最近有些事情 必须要出去一趟 换名字 不想继续等下去 他需要去寻找一下敌九 以他的猜测 敌九绝对不会出事 既然不会出事 应该是躲在什么地方闭关修炼了 别人以为虚建宗 是那个胡须少年干掉的 只有换名字 坚信是敌九干掉的 敌九能布置困沙镇和暴裂镇 干掉虚建宗的宗主萧无等人 镇道水平肯定比他要强 所以他需要尽快将敌九寻找回来 然后联手将新河派的宗门 护镇重新布置一下 很抱歉 换阁主 我刚才收到天津玉主的传信 让你再等一会 天津玉主很快就会来了 虚建宗肥胖的白面长老广 悬响也是站了起来 他语气平静 但明显的是 只要换名字赶走 他就会动手 他一个人是打不过换名字 他一样是一个化真七层 这里还有化真八层的海王公公主 敖皇 刚刚跨入化真七层 德昆宗太上长老彭韵 化真五层的琴窟 换名字在厉害 也只是一个化真九层而已 就算是半步跨入狱境 他们三个化真后期 也可以挡住换名字 而且敖皇的实力 远超一般的化真后期 在化真三十六王上 排名第四 仅次于换名字 至于化真四层的显 则 在他们看来 那就是打酱油的 换名字脸色阴沉难看 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宗门驻地外面 忽然传来一个哈哈大笑 希望我换长竹没有来晚 天津玉主来了 换阁主 我们可以一起去迎接一下了 薛建宗长老广玄祥 哈哈一笑 换名字心里一叹 他早就知道 天津玉主不会放过敌九 现在看来 还真的是这样 如今天津玉主 亲自来到星河派 他不出去迎接 也要出去迎接 而且星河派的事情 现在完全超出了 他的能力范围 这个时候 换名字心里 还真有些后悔 不应该占据 擎千山脉这片地方 他心里也很清楚 敌九在小中央星 得到一百多条 极品灵脉的事情 传出去后 敌九已不可能安稳下来 第二八五章 星河宗户阵 天津玉主 显然没有打算 进入星河派 换名字 只能和显泽走出宗门 亲自失礼 换名字见过天津玉主 天津玉主笑了笑 我都姓换 不过 你有些落后了 以你的天赋 在小中央世界 的确是限制了 不如和我一起 去天津玉如何 换名字 再次一抱拳 多谢玉主看中 留在这里 我早已习惯了 他很清楚 天津玉主的意思 别看他半步玉境 只差一步 就可以跨入真正的玉境 事实上 在天津阁三个阁主中 他是最不被重视的一个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这一辈子 也没有机会跨入玉境 他的寿命都快到了 这个时候 气血虚弱 就算是他感悟到了真正的玉境 也缺少冲击玉境的资本 所以天津阁虽然有三大阁主 基本上是大阁主和二阁主 享受成果 换名字一直在外面奔波着 累死累活 天津岛 长销见过天津玉主 希望我还没有来晚 一个粗豪的声音传来 跟着一名婚姻男子落了下来 天津玉主看见来人 眼光一收缩 随即哈哈大笑说道 长阁主 没想到短短时间不见 你就跨入了玉境四层 恭喜 恭喜 天津玉主嘴里说着 恭喜 心里是震惊无比 别看他玉境七层 可是玉境每一个层次晋级 都很难 长销在玉境三层卡了多少年 突然跨入玉境四层 必定是得到了什么 机遇 特别是在小中央世界这个地方 玉境想要晋级更是困难 他玉境七层 自然不惧长销 但想要碾压玉境四层的长销 也不大可能 多谢长竹兄 比起你来 小弟还差得太远太远 长销微微一笑 再次抱拳 从天津玉主到长竹兄 这是长销的姿态 他并不惧天津玉主 言语中将天津玉主和他 放在了同一个层次上 天津玉主没有说话 只要不和他产生利益冲突 他不会在意长销说什么 到了他这个层次 唯一想要的 就是进入仙界 长销和天津玉主打过招呼后 忽然转向 换名字说道 换兄弟 咱们都是天津玉的阁主 都是兄弟之间 当初历见背叛天津玉 我们兄弟都被暗算出去 现在未重掌了天津玉 换兄弟 不如和我一起 回去如何 再怎么说 天津玉也有你的一份 换名字 淡淡说道 我和天津玉毫无关系了 长阁主客气 他早已看透了长销是什么人 不过是让他回去继续卖命而已 长销脸色一变 正想继续说话的时候 昆宗长老 琴哭忽然说道 天津玉主远来是客 我小中央世界 也没有什么礼物 可送的 恰好我们几个 在这里发现了几条极品灵脉 若是玉主不介意的话 我打算将这几条 捡来的极品灵脉 送给玉主 显泽修为最低 听到这种不要脸的话 他也是实在忍不住 哈哈哈哈 本宗见过没有脸的 和你这样长着一张猪屁股脸的 本宗 还真没有见到过 敌九哈哈大笑的声音传来 打断了显泽的话 如果换成天津玉主来之前 换名字是最希望 及早见到敌九的 现在他 反而是最不希望敌九回来的 偏偏敌九这个时候回来了 敌九的声音传来 天津玉主和长销脸色 都是微微一变 他们的神念 一直掌控着 星河派驻地范围空间 居然没有觉察到 敌九是什么时候来的 或者是没有觉察到 敌九本来就一直在这里 敌九 你在小中央星 暗算了我昆宗的月横河 连我昆宗宗主失踪 也和你的诡计有关系 你竟敢出来 秦窟立声喝道 你就是敌九 站在秦窟身边的 是一名身材高大的光头修士 他的目光落在敌九身上 语气听起来很是平淡 你又是哪根葱 这些人来星河派 显然是不安好心 敌九才没有好脸色 给这家伙 这家伙画真七层 应该是刚刚进入画真七层不久 修为还有些波动 光头男子淡淡说道 我不是葱 我叫彭韵 昆宗的第一太上长老 红莺少爷 我们又见面了 长肖嘿嘿一笑 他可是清晰知道敌九实力的 历见是玉境一层 就是敌九杀的 也就是说 敌九的实力 应该差不多相当于玉境一层 在他看来 敌九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家伙 敌九肯定没有跨入玉境 一个没有跨入玉境的修士 却有着斩杀 玉境一层强者的实力 这简直是骇人听闻 敌九扫了一眼长肖 不错呀 修为大尽了 难怪第一时间 就来到我新河宗了 不过我这个人一贯是 朋友来了 喝酒 仇人来了 出刀 说完这句话 敌九的目光落在秦枯身上 这个人不忍鬼不鬼的 红衣树皮 他早就想杀了 今天正好被他抓到了机会 老甘柴 就是你要不要脸 想抽我新河宗的灵脉 你新河宗的灵脉 我秦枯在小中央世界 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听说 秦前山脉 是你新河宗的 今天秦前山脉的灵脉 我抽定了 你能奈我何 唐枯历声喝道 他今天来这里 就是打定了主意 要灭掉新河宗的 抽走新河派的灵脉 给天津玉主 只是要巴结天津玉主而已 天津玉主来这里 必定是想要灵脉 他索性做了这件事 让天津玉主 不用被什么不好听的名声 敌九冷冷说道 有者你就抽 没等秦枯说话 彭韵就说道 秦枯长老 既然是捡到的东西 何必客气 去捡吧 谁敢动手 我会生气的 秦枯去抽取灵脉的时候 彭韵就盯着迪九 只要迪九敢出手 他毫不犹豫地动手 换名字和显泽 脸色都是铁青 他们知道 只要他们敢出手 阻拦秦枯 立即就会引起一场混战 事实上他更清楚 就是他不出手 在八条极品灵脉 被抽出来后 这些人依然会动手 迪九没有去阻拦秦枯 他抓出一枚阵棋 直接植入了虚空之中 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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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空中 一阵阵轰鸣传来 整个空间都好像在震动 天经御主第一时间 退后了数百丈 长肖等人无一不退后 因为他们的神念 无论如何如何仔细渗透 也无法找到轰鸣的声音 在什么地方 随着轰鸣声音连绵响起 他们眼前清晰的 星河派宗门注定模糊起来 随即出现了一道道的灵域雾气 整个星河派 就好像被隐秘在虚空之中一般 这是宗门护阵 天经御主 可不是没有见识的人 他震惊出声 这不仅仅是宗门护阵 还是最顶级的宗门护阵 这种护阵 恐怕就是真玉 也没有人能够布置起来 长肖等人都是震撼的 看着被隐秘起来的 星河派 随即三个清晰的大字 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星河宗 这三个字 就好像一道道 星空银河组成 气势浩瀚万千 敌九朗生说道 从今天开始 星河派改名 星河宗 我敌九 暂领第一任宗主之位 以后 进出宗门 必须凭借自己的身份预排 一切攻击 对宗门的攻击 都被视为最大的仇敌 好好 换名字 哈哈大笑 他震道不如敌九 不代表他看不出来 敌九这个宗门护阵的强大 这个护阵被激发起来 估计就算是一群化针强弓 也很难了 我昆宗的秦窟长老呢 彭韵忽然感觉到了不对 刚才敌九启动宗门护阵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退后 唯独抽取灵脉的秦窟消失了 敌九淡淡说道 也许你宗门的长老 捡到了一大堆灵脉 很快就会出现了 真没有想到 在别人的宗门门口 可以捡到灵脉 听说昆宗是大宗门 哪天我也去捡捡看 能不能捡到好东西 敌九刚刚说到这里 一道血雾从护阵中炸开 跟着化为碎片的秦窟 被丢了出来 他的戒指却已经消失不见 彭韵 敖黄和广玄响三人 感觉到头皮一阵阵的发麻 星河宗的护阵 是他们亲眼看见敌九启动的 这才多少时间 化针五层的秦窟 就被绞杀成为血雾 神魂俱灭 而且敌九和幻名字 显泽都没有出手 他们也没有看见 秦窟被绞杀的任何过程 这个护阵有多可怕 若是他们刚才没有出来 而是在星河宗里面 敌九启动了星河宗的护阵 那结果 他们都不敢想下去 第二八六章 又是两脚 彭韵脸色有些苍白起来 昆宗总共就三名化针强者 宗主舒浩兰 他一个化针修士 待在小中央世界的五大宗门上 已算是岌岌可危 而看天经玉主的震惊表情 估计没有继续动手的想法了 敌九 唐哭 好歹是小中央世界五大宗门的太上长老 你随随便便 就将他困杀在你星河派的护阵中 这是要挑衅整个小中央世界的宗门吗 广玄祥反应过来 忽然怒声吼道 他的声音很是愤怒 可是他的心底却充满了恐惧 虚剑宗也只剩下了他一名化针 若是他今天也在这里出了问题 虚剑宗将从小中央世界五大宗门出名 以敌九雷霆手段 杀了秦库的手段 看 他相信敌九不会放过虚剑宗 他怒吼 只希望天经玉主和天际阁的阁主出头 最好是天经玉主动手 直接斩杀了敌九 呵呵 你虚剑宗 还代表不了小中央世界的宗门 老东西 敢在本少的宗门前 耀武扬威 你瞎了眼 敌九在说出瞎了眼三个字后 天梭刀化为一道青芒 劈向了广玄祥 广玄祥心里大惊 他以为敌九就是要对他动手 也不敢在这里 之前 换名字和险则都没有敢动手 敌九凭什么在天经玉主面前动手 当广玄祥 看见天梭刀刀芒劈杀过来 天经玉主动都没有动的时候 已是犹如跌落了冰窟之中 现在不仅仅是天经玉主没有动手 就是海王宫的公主敖皇 也没有动手 广玄祥 抓出自己的法宝刘云怕 法宝祥出的同时 历生喝道 彭玉 你宗门书浩兰也被敌九杀了 你不动手等敌九 杀了我再杀你吗 敌九根本就没有打算 和广玄祥长时间的纠缠 他的天梭刀 仅仅是一个幌子而已 在广玄祥祥祥出 刘云怕的同时 敌九一脚踹向了广玄祥的胸口 广玄祥好歹也是一个化真后期 在敌九这一脚之下 他居然毫无反抗之力 任凭他如何躲避 这一方空间下 都是敌九这一脚 空间 广玄祥空间法则 这几个字还没有说出来 胸口就传来一股剧烈 他被敌九直接踹进了 刚才绞杀勤枯的宗门护震位置 广玄祥头皮一阵阵发麻 果然在他准备逃出的瞬息 恐怖的绞杀气息传来 他在这强大的绞杀气息中 感受到了一道道的杀戮法则 彭运刚刚准备祭出法宝的手 在空中顿住 敌九和广玄祥动手 仅仅是几个呼吸而已 广玄祥就被敌九踹进了宗门的护震中 没有听到任何声息 他再次看见一道血雾 从困震中炸开 广玄祥的破碎身体 被丢了出来 没有看见戒指 彭运头皮一阵阵发麻 就是敌九戒住了宗门的困杀阵 敌九的实力 依然远远在他的孤寂之上 特别是那一脚 他明明看见是寻常的一脚 为何广玄祥没有躲开 到了此刻 彭运岂能不知道 星河派有了这个护震后 没有任何人可以攻击星河派 怕就是天津玉祥也不行 天津玉祥看见敌九 仅仅是寻常普通的一脚 就将广玄祥这个画针七层的修士 踢进星河派护震中 眼角是一阵阵抽搐 这一脚看起来很寻常 却好像是一种很厉害的神通 修真界修士在墙 会神通的并不多 他作为天津玉的玉祥 也仅仅会一门神通而已 敌九这一脚神通 他作为一个旁观者 一时间竟没有看出来 也许只有自己面对这一脚的时候 他才可以体会到这一脚神通 表面看起来 敌九是借助星河派的护震 干掉了广玄祥 天津玉祥心里非常清楚 敌九的真实实力 绝对不会比他弱多少 想到当初他在 小事戒心广场的时候 敌九还是一个蝼蚁 转眼就这个蝼蚁就长成了 连他也忌惮的巨人 天津玉祥心里有了一丝后悔 当初他本来就打算调查一下敌九的 没想到错过了那次后 他再没有了调查敌九的资格 如果说他所见到的成长最快修饰 那毫无疑问的是敌九 敌九在小世界新的机缘 恐怕远远不止那一百多条鸡瓶灵脉 换名字激动的握紧拳头 敌九的实力远远超过了他的预估 这种实力不要说前三 就算是第一也差不多了 长肖感觉到嘴角有些干涩 他来这里是教训敌九的 现在看见敌九那一脚 就结束了和广玄祥的斗法 他心里就知道 哪怕没有星河派的护震 敌九应该也不会惧怕他 恭喜敌宗主修为大成 也祝贺星河宗在小中央世界开宗 这是我天机阁的一点小礼物 希望天机阁和星河宗同心协力 维护好小中央世界的秩序 长肖第一时间抱拳祝贺 甚至连礼物都拿出来了 敌九早已成为和他并列的存在 甚至震道水准还远远甩下了他 他想要拿回真灵世界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敌九心里也是暗自感叹 这个长肖看起来粗豪直爽 其实就是一个阴人 这人不但阴 还很能阴人 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 本来长肖应该是来找他算账的 这转眼就变成了送礼的 天机狱主也是哈哈大笑 对 敌道游很快就成为我被中人 可喜可贺 星河宗在小中央世界开宗 的确是一件可喜之事 我相信星河派将是下一个 小中央世界的九星宗门 我为天机狱带来了对星河宗的祝贺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说话间 天机狱主也取出了一个愈合 他知道敌九身上灵脉在多 也和他毫无关系了 敌九和天机狱主没有利益冲突 如果天机狱主要抢夺他的灵脉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 既然天机狱主示好 他也不会拒绝 星河宗想要立足小中央世界 光凭打打杀杀 那是绝对不行的 虽然我和敌宗主不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敌宗主之才资 我敖皇可是极为钦佩的 这次来星河宗 一直厚着脸皮留在这里 就是准备再见一下敌宗主 同时也带来了我海王宫的真诚友谊 这区区鹤宜 还请敌宗主收下 敖皇在最短的时间内 做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 天机狱主是何等存在 也开始结交敌九 他海王宫还真不算什么 多谢大家了 我星河宗一个月后 举办开宗大典 欢迎各位前来参加 对于礼物 敌九是来者不拒 好说 好说 敌道友事情繁多 我就不打搅了 一个月后 再见 天机狱主 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敌九的邀请 然后和敌九告辞 长肖和敖皇跟着向敌九告辞 纷纷表示 一个月后必定前来相见 敖皇在敌九所杀的名单中 不过今天的场合 显然不适合干掉敖皇 最好是寻找一个契机 就好像干掉舒浩兰那样 彭韵脸色有些苍白地站在原地 和他一起来的 四名画真走了一个 被敌九杀了两个 后来的天机狱主 和天机阁阁主长肖 就好像真的是来祝贺 和新河宗开宗来送礼的 松了后就走 现在这里只剩下了他 很明显 他现在是走不掉的 敌宗主 我彭韵 彭韵一句话还没说完 敌九已是再次是一刀劈了过来 敌九根本就没有打算 让他活着 彭韵疯狂燃烧精血 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先逃走再说 只是下一刻 敌九那一脚又踹了过来 看见敌九那一脚过来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之前广轩想没有躲过这一脚 这是空间法则神通啊 彭韵没有求饶 心里只有绝望 坤宗居然惹上了一个 触摸到空间法则神通的强者 不灭 也没有天理了 碰 敌九再次一脚 将彭韵踢入宗门的困杀阵中时 换名子明白 敌九的实力 全面超过了 他 敌九 真没有想到 你如此强大了 我果然没有看走眼 显泽在一边激动地说道 他肯定敌九这种实力 想要获得进入仙界的名额 那是铁定的事情 换名子也是搓搓手 我之前看好你 同样也没有想到 不过敌九 你要小心长销 我和此人都是天机阁的阁主 但他的心机和城府之身 说到这里换名子摇了摇头 实在是太过可怕 敌九嘿嘿一笑 前辈不用担心 我和此人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成为朋友 不会有任何交集 若是他惹怒了我 刀相见而已 宗门一个月后举行开宗大典 我趁着这一个月出去办点事 开宗大典的事情 就麻烦两位前辈了 换名子清楚 敌九出去做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说道 放心吧 你自己小心就行 他知道敌九去灭掉 虚建宗和昆宗是不对的 而且还会引起更大的后果 不过作为一个修士 自然是平心行事 这样哪怕事情到了头上 也会让敌九的心性 更上一个台阶 在敌九和星河宗之间 他选择的是敌九 只要利于敌九成长的事情 他换名子坚决不会去劝说 第287章莫宇轩 小中央世界 除了以商楼和消息为主的天机阁之外 五大宗门的名望 算是最大的 五大宗门中 又以虚建宗最为出名 敌九此刻站在 虚建宗外面 看见浩瀚壮观的虚建宗 暗自感叹 这种大宗门 即将从小中央兴去掉 的确是有些可惜 不过他不灭虚建宗 将来虚建宗 终究有一天会灭掉 星河宗的 星河宗灵气 虽说算是整个小中央世界最浓郁的 但论其底蕴来 比虚建宗弱了不知道多少 或者说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 敌九 拿出第一枚阵棋 他打算布置一个暴裂阵 将整个虚建宗给爆了 最多在铲平虚建宗的时候 让虚建宗的一些弟子逃走 就是 这一枚阵棋 还没有丢出去 敌九就突兀 感受到空间有些许的波动 敌九心里一惊 赶紧退后了数步 以他十一级神念 也只能感受到些微波动 无法确定来人是谁 可见这来的家伙 实力应该是在 天经玉主之上 道友 莫非想要爆掉虚建宗 果然一个平缓的声音 在敌九身边响起 同一时间 敌九的神念觉察到了对方 一名抓着佛臣 身穿轻衣的清秀 道姑出现在敌九的面前 当敌九的神念 落在这道姑身上后 心里暗自震撼 这道姑的实力 至少是预警圆满 小中央世界 还有这种强者 天经门莫与轩 见过敌道友 清秀道姑 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实力很强 来到敌九身前的时候 依然是功身一礼 敌九赶紧抱拳说道 星河宗敌九见过莫道友 道友实力 实在是我平生仅见 莫与轩微微一笑 明明是一个道姑 只是露出了一些笑意 立即就点缀了整个旷野 哪怕敌九明知道 这人应该是来阻止他 灭掉虚建宗的 也有一种愉悦的感觉 道友天倦在身 资质之高 万年无一 莫与轩的目光 虽然没有半点遮掩地 落在敌九身上 偏偏有一种落落大方 不会让人有半点 被审视的感觉 敌九心里暗道 这恐怕是第一次 有人觉得自己 资质逆天了 莫与轩赞扬了一句敌九后 语气一转 目光一到远处的 虚建宗驻地 道友可是想要灭掉虚建宗 没错 敌九简单说了两个字 对方既然知道 他想要灭掉虚建宗 那就肯定知道事情缘由 莫与轩叹了口气 对敌九说道 敌道友 虚建宗杀你朋友的事 那染不伤 在小中央新广场的时候 就被你杀了 无论是宗主肖无 台上长老盖术和广玄想 全化为了尘埃 虚建宗其余修士 和道友毫无瓜葛 况且虚建宗存在于 小中央世界的意义 不仅仅是一个宗门 道友 这次可否放过虚建宗 敌九平静地问道 若只是为我一人 我放过虚建宗 也没有关系 我放过虚建宗 等我离开小中央新后 莫道友可以保证 虚建宗不会灭掉我新和宗 莫与轩一何时 敌道友 我在小中央世界 还有百年光阴 百年之内 我保证新和宗安然无恙 若是百年之后呢 敌九盯着莫与轩 心里暗道 这个道姑的美和她之前 见过所有女秀的美都不同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然娟秀 莫与轩再次说道 一个宗门 若是需要灭掉比她强的宗门 才可以存活下去 这个宗门的传承不要也罢 敌九张了张嘴 莫与轩说的是对的 若是一个宗门 需要灭掉比她强的宗门 才可以存活下去 这个宗门迟早也会被别人灭掉 没等敌九说话 莫与轩就再次说道 敌道友 突兀灭掉虚建宗和坤宗 的确是一时畅快 事实上也会给星河宗埋下祸患 敌道友沙鹏运和广玄祥 几名画真修士 那是他们旧游自取 虚建宗和坤宗 不仅仅是那几个画真修士的 若是敌道友主动来灭掉 这两个宗门驻地 那将引起小中央世界的功愤 不仅如此 星河宗还会引来 真欲强者的出手 敌九沉默下来 他再强 也不能和一个修真界对抗 况且他对抗的 可能还不是一个修真界 敌道友 我会主动找到 坤宗和虚建宗的 下一任继承者 告诉他们 对错在何方 况且以你的资质 将来成就必然不一般 虚建宗和坤宗 和你的恩怨已经了结 再多杀戮 与你大道无益 感受到敌九的态度 有些缓和下来 墨宇轩与其更是诚恳 敌九再次沉默良久 这才说道 好 我相信你的话 墨宇轩有两点 敌九还是认同的 一个宗门 如果需要靠宗主 去灭掉另外一个宗门 才能生存下去 这个宗门的存在 的确是没有了意义 第二 就算是他让这两个宗门的弟子 全部离开宗门 再用法阵报了 这两个宗门 必定还是有一部分弟子 不愿意离开 不愿意离开的 必然是被他斩杀掉 敌道友 有大智慧和大毒量 与萱多谢了 墨宇轩又是功身毅力 敌九很是惭愧 事实上 他感觉墨宇轩的实力 不会比他差 若是墨宇轩强行阻止他动手 他一样无法动手 作为一个预警圆满的强者 墨宇轩没有半点生气灵 相处起来就好像一杯清茶 很是舒服 墨师姐 我在小中央世界 也待了一段时间 怎么没有听说过 天静门 敌九放弃了 灭掉虚剑宗和昆宗后 心里突兀轻松起来 他心里清楚 墨宇轩阻止 他灭掉虚剑宗和昆宗 未必就没有帮助他的意思 他对墨宇轩有好感 连称呼也改成了墨师姐 墨宇轩声音很是平静 天静门是 小中央世界的守护宗门 一直都是暗自存在 我是天静门最后一个弟子 为何你不继续说弟子 敌九下意识地问了出来 我不想我的弟子和我一样 每一个人 都有追求自己生活的权利 而不是让他为了毫无意义的事情 守候一生 墨宇轩的声音 终于有了一丝波动 显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心里有些波动 守护小中央世界 毫无意义 敌九问道 我想一个星路 如果需要某一个宗门来守护 才可以存在 这个星路的存在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敌师殿 我走了 以后有缘说不定还会相见 墨宇轩回答完敌九最后一个问题 一步跨出 就消失在虚空之中 敌九看着墨宇轩消失的方向 心里突兀有些怅然 墨宇轩的思想很是独立 他不愿意为天静门继续传弟子 以此来守护小中央世界 是因为他自己认为没有必要 就好像他劝说自己一样 星河宗如果需要灭掉 虚建宗和昆宗 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那星河宗生存下去 又有什么意义 但是墨宇轩显然 又是一个信守承诺的女子 她从师父那里 继承了守护小中央世界的任务 所以 哪怕她认为这是错误的 她依然站出来拦住自己 去毁掉虚建宗和昆宗 虚建宗和昆宗 仅有的几名化真强者 全部前往星河派 想要抽取星河派的灵脉 结果被星河派宗主敌九 发动护宗大阵斩杀的消息 传出去后 整个小中央世界 都在等着虚建宗和昆宗被铲平 在所有的人看来 这是必然的 两大九星宗门的化真修士 全部被人斩杀 这两大宗门 自然也无法继续存在 府王殿的两位店主 听到这个消息 更是暗自庆幸 当初他们做出了最佳的选择 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 星河派的宗主 和两名化真长老 并没有去灭虚建宗和昆宗 不仅如此 星河宗举行了开宗大典 星河宗很有可能是 小中央世界 即将崛起的第一宗门 所以 星河宗的开宗大典 几乎所有的宗门都来了 还都是宗主 连侥幸存活下来的虚建宗和昆宗 也都派出了代表 前往祝贺 敌九 作为宗门宗主 自然是带头在宗门门口 接待葛宗宗主 然后由接待弟子 带入大殿 由换名字和显泽亲自作陪 很快这些来祝贺的宗门宗主 就感觉到了 敌九和其余的宗主有些不同 那就是 无论是哪一个宗门宗主过来 不管你是一星 还是九星 敌九 都是非常热情 半天下来 小中央世界有头有脸的宗门 几乎都已经来了 让敌九有些疑惑的是 紫雷宗和龙月雪山 没有人过来 这可是 小中央世界的五大宗门之二 按理说 他和这两大宗门 没有什么瓜葛才是 敌宗主 这是一位前辈 让晚辈送过来的 在所有的宗主 都进入星河宗后 一名 只有金丹修为的修士 走到敌九面前 将一枚玉简 递给了敌九 敌九的神念 落在玉简上 玉简中 有一个略显模糊的定位 还有一句话 列界符已经找到 我现在被困住了 请求敌宗主 出手帮忙 成姬留 敌九从这玉简上的气息感受到 这枚玉简 的确是祝先宗宗主 成姬留下来的 他和成姬达成协议 那就是他 不再寻找祝先宗 麻烦 成姬需要给他一枚列界符 现在列界符没有收到 却收到了成姬的求救 哪怕星河宗 还在举行开宗大殿 敌九也决定 先去寻找成姬 这关系到锦默霜的安危 第二八八章危险的地方 末将禁地 敌九来过这里一次 当初他和卓文书一起来的 还救了卓文书一命 他也获得了一些好处 成姬留下来的模糊地图 是末将禁地 他反复询问过 那名带来玉剪的金丹修士 那修士只知道 一枚玉剪落在他的手中 然后让他带到星河派给敌九 他自然会获得 晋级元魂的灵丹 末将禁地 根本就不是金丹修士能进去的 那名金丹修士 估计是寿元到了 所以想要去末将禁地拼个命 事实上 他打算死在末将禁地了 没想到一枚玉剪出现在他手中 只要他送到星河派 就可以得到一枚宁魂丹 就是傻瓜 也知道如何选择 敌九很是担心 成绩是不是还活着 那金丹修士在末将禁地得到预解 已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 第一次来末将禁地的时候 敌九只能看见黄沙漫天 神念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寻找 再一次来到末将禁地的时候 敌九的神念已经可以横扫 出去数千里范围 不仅如此 他可以听见 这漫天黄沙中有一种乌液的声音 末将禁地是怎么来的 敌九并不清楚 他知道 末将禁地肯定不简单 这里隐匿了太多的上古秘密 对这些秘密敌九不想探究 他只想早点找到成绩 成绩在预解中刻画的方位 可以说是很模糊 换成敌九没有跨入化真镜 或者是神念没有超出十级之前 他想要找到成绩刻画的那个模糊方位 还真有些困难 不过敌九现在的实力 在整个小中央世界 算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配合强大的神念 敌九仅仅用了半天时间 就找到了成绩刻画的方位所在 成绩刻画的这个位置 在敌九看来 是一个顶级的隐匿法阵 敌九不知道成绩 是如何打开这个隐匿法阵的 但是他有属于自己的办法 离地雁光旗 祭出 原本毫无破绽的天然静置 突兀出现了隐隐约约的阵积位置 敌九再次抓出树莓正旗丢下 很简单 就将这隐匿在狂暴黄沙中的静置 打开了一阵门 在这阵门中心 是一株十几个人手牵手 都无法围过来 黄阳树根 树根中间 是一条通往地底的阶梯 敌九收起离地雁光旗 一步就落在了这阶梯之上 阶梯弯弯曲曲 绵延了不知道多长 敌九的十一级神念 站在这阶梯上 也只能扫出千米范围 在这千米范围 至少隐匿了十几道杀鸡 敌九一路往下 不断有各种陷阱和幻境影响他 只要他有一个不小心 就会将小命葬送在这里 这让敌九明白了 成绩叫他来这里的目的 很显然 成绩是知道出不去了 这才想办法让他来送死 成绩主要是让自己来送死 当然也不排除 有一线希望 自己可以救他 至于那枚玉检 敌九也怀疑 不是成绩进入这里面后 才送出去的 很有可能是成绩 没有进入这里面之前 就布置了一个送玉检的手段 利用一丝元神 将玉检送到一个金丹修士手中 只有这样才有合理解释 成绩应该计算了很多 就是没有计算到 他敌九是十一级神念 这种暗算对他无效 一路上躲避了 无数的陷阱和危机 敌九走了足足有两个时辰 这才来到一个巨大的棺材前面 这棺材和别的棺材不同 而是竖起来的 棺材的门被打开了 现在虚掩着 敌九的神念竟然没有渗透进去 敌九站在竖起的棺材门外 感受了足足半炷香时间 他确定这里有成绩的气息 不仅仅有成绩的气息 还有两名他熟悉修士的气息 也就是说 这里进去了三个人 确定没有感受到任何危险 敌九跨入了棺材 一种腐朽的死亡气息传来 敌九感觉到自己的生机 在迅速地溃散着 他加快了速度 同时抓出一枚七色盘桃吞了下去 七色盘桃在真灵世界中 堪堪成熟 敌九吞下一枚 那失去的生机 以更快的速度反馈回来 敌九心里大喜 七色盘桃 果然是真正的好东西 有了这枚七色盘桃垫底 这棺材中的腐朽腐实在很 也奈何不了他 这是一个无底棺材 敌九从入口进去 无论他用任何办法 他在这棺材中 就是不能加快速度 足足走了半个时辰 他也没有从无底棺材的底部走出来 敌九心里暗自惊骇 若是他没有七色盘桃 在这种腐蚀生机的恐怖棺材中 行走半个时辰 恐怕早就没有小命了 他的神念扫了出去 棺材中到处都是黑暗空间 一道模糊隐匿的静阵 被敌九神念触碰到 他似乎在这静阵中 看见了一具还在腐蚀的尸体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似乎感受到敌九的神念窥探 更为可怕的腐朽气息 从棺材两侧渗透过来 敌九心里大惊 七色盘桃 虽然可以让他生机旺盛 可他也只能吃一颗呀 这东西 本来就只有一颗可以起作用 眼看那腐朽气息 就要接触到他 敌九脚下一空 他已经从棺材中走了出来 敌九回头 看看那黑洞洞的棺材口 头皮有些发麻 以他现在的实力 在那口棺材中 竟没有半点反抗能力 从他离开棺材的那一刻 感受到的生机腐蚀 再也没有 敌九才松了口气 还没等他开始 打量周围的情况 一道可怖的杀机 锁定了他 吃吃 两道撕裂空间的杀器 已是出现在了敌九的眼前 敌九身形一闪 轰轰 接连两道声音炸开 敌九回头看见 两枚长长的钉子 钉在了脚下坚硬的轻石当中 这是两枚棺材钉 敌九的真元领域 护住周身 神念扩散了出去 这似乎是一个墓室 敌九还没来得及 打量这个墓室 他就看见了三个人 确切地说 他看见了三个 被棺材钉钉在地上的人 三人他认识两个 还有一个女修他不认识 却见过 好像是新罗山 或者是天耀谷的宗主 另外两个认识的 一人正式将他引来的 祝先宗宗主成姬 另外一个是五大宗门之一 子雷宗的宗主燕血仪 实际上 五大宗门宗主中 敌九对燕血仪的印象 算是最好的 此人为人比舒浩兰好多了 而且不作为 不过敌九还是决定要杀他 不管敌飞雪的人品如何 敌飞雪好歹也是敌家的人 燕血仪一个长辈 用神念横扫敌飞雪全身 这本身就是畜生行径 这三人现在都是一副 皮包骨头的样子 生机虚弱到了极致 敌九感受到 这三人并没有彻底死透 他的神念 开始寻找这个墓室中的东西 墓室形状 有些像一个圆球形状的卧室 在卧室的正里面 还有一张床 在床边有两个玉盒 玉盒外面有禁止 敌九的神念扫不进去 在墓室的两边 还有两排黄玉炼制成的架子 两边架子上摆了十一样东西 每一样东西都用禁止禁锢 敌九走到那桌子旁边 直接将两个玉盒 送进了自己的真灵世界 红阴少爷 成绩虚弱的声音传来 敌九转过头 看着被棺材钉钉在地上的成绩 平静地说道 成宗主 看样子你运气不大好啊 被钉在了这个地方 红阴少爷 我虽然有想过 你会陨落在这里的情况 我也同样抱有一线希望 你能冲出那个陨命关 来救我一下 成绩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有些虚弱 休息了一会才继续说道 其实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点 真的是为你寻找列戒符 列戒符在左边的黄玉架上 敌九想了一下 虽然成绩是想着自己 最好陨落在这里 不过正如他说的 他好歹也帮自己 找到了列戒符 想到这里 敌九一张手 那两枚将成绩钉在地上的钉子 被敌九卷走 落在了地上 多谢红阴少爷 成绩疑惑得自由 他赶紧抓出几枚丹药吞下去 然后坐在原地疗伤 红阴少爷 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我和龙岳雪山宗主 再次见到 你是在这个地方 燕血怡心态比较好 还能笑得出来 龙岳雪山宗主 敌九疑惑地看着那名女子 心说 龙岳雪山宗主不是男的吗 怎么是一个女修 正是龙岳雪山沈丰 沈丰见过红阴少爷 那名女子态度从容不破 敌九隐约觉得自己 被敌妃雪妇女设计了 他毫不犹豫地卷走了 燕血仪和沈丰身上的钉子 将两人救了 下来 第二八九章 与命上人的滴血玉牌 燕血仪和沈丰 都是对敌九抱拳感谢了一下 然后坐在原地疗伤 敌九走到了左边的货架上 左边货架一共有六样东西 敌九的神念是十一级 仅仅用了半炷箱时间 他就破开了第一样东西的禁制 禁制中是一件 犹如手帕一样的法宝 敌九的神念略微扫一下 就知道 这应该是一件 超越了极品灵器的东西 很有可能是仙气 这东西他用不上 可以留给敌敌 再次用半炷箱 打开第二个禁制 里面是一块炙热的青色石块 感受到这石块上的法则 似乎比修真界的要高 敌九怀疑 这是一块仙界用的材料 世界书 现在他还没有看见仙界的东西 所以也用愈合将这东西 装起来放在了真灵世界中 第三个禁制略复杂了一点 敌九花了一炷箱时间 禁制打开后 两枚道运流转的符禄放在其中 敌九心里大喜 随手抓出两个愈合 将这两枚符禄收了起来 这两枚符禄正是裂戒符 它极需要的东西 裂戒符一般都是成队出现 所以出现两枚也是正常 红阴少爷 多谢救命之恩 当初你还是原魂镜的时候 我是化真 现在你的修为 应该不会比我弱了吧 我还是化真 唉 天才的世界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烟血仪第一个站了起来 虽然伤势没有彻底康复 他却是可以行动了 事实上 他自己也是一个天才 天才和天才之间 也是有差距的 他也许是修真界的天才 敌九这种人 恐怕是整个宇宙的天才 烟宗主 我有一件事想要询问 你作为一宗之主 更是小中央世界的 五大宗门中的宗主 为何要众目睽睽之下 用神念搜一个女子的全身 只为了一个五路道盘 敌九懒得和烟血仪转弯抹角 直截了当地询问 听到敌九的询问 烟血仪一愣 随即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他叹息一声说道 红英少爷 应该是听别人说的吧 我烟血仪虽然也对宝物贪婪 甚至会毫不犹豫地杀人夺宝 还不至于众目睽睽之下 用神念搜一个后背女子全身 我知道你说的是敌飞雪 当初敌飞雪 被带到五大宗主面前的时候 舒浩兰要用神念直接搜她 我拦住了舒浩兰 提议让龙月雪山的宗主 沈丰单独查一下 但是沈丰宗主拒绝检查敌飞雪 她很是干脆地离开了 甚至说出了她放弃五路道盘 事实上 她的确是放弃了五路道盘 然后离开 舒浩兰提议我们四名宗主 一起用神念查敌飞雪全身 我烟血仪不是什么好人 也不屑做这种事情 所以 我也放弃了五路道盘的寻找 也是因为这件事 在成吉宗主联系我 一起探寻末江禁地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沈宗主 我们三个一起来末江禁地 结果都被困在这里 若不是红英少爷来这里 陨落是迟早的事情 燕宗主说的是事实 我还不屑用神念去查一个后背 哪怕那个后背也是女子 我也不想这样做 沈丰的声音及时传来 她也稳住了伤势 虽说寿元大减 能保住性命 也算是大幸 原来如此 迪九对烟血一一抱全 她心里对想要利用她的敌飞雪 更是不爽 哪怕这个女人和她是同宗 她也不想和这个女人再有什么瓜葛 多谢红英少爷相救之恩 不知道东西可否找到 成姬也停止了疗伤 走了过来 迪九疑惑地问道 成宗主 根据我近来的情况知道 这里极为凶险 极为如何可以跨过那个陨命关 陨命关的可怕 迪九是亲身见识过的 这东西可以轻松将生姬和寿元腐蚀掉 若不是她有七色盘桃 她的结果 不会比眼前这三位好多少 就是她可以冲过陨命关 最后怕也会死在那两枚棺材钉之下 因为刚刚冲过陨命关 神念和真元必定是消耗到了一个极致 此刻两枚强大的棺材钉过来 她能躲过去才是怪事 成姬叹息道 我是因为得到了陨命上人的一枚滴血玉牌 那滴血玉牌需要三个花针修饰联手 才可以打开陨命关 我就邀请了燕宗主和沈宗主一起来 我们打开陨命关 凭借那枚滴血玉牌冲出了陨命关 就是这样 我们依然低估了陨命关对生姬的腐蚀程度 我们刚刚出来就筋疲力尽了 最后还是无法躲开陨命上人的棺材钉 被钉在了这个墓室当中 滴血点点头 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反正他得到了裂界福 也算是不虚此行 红鹰少爷 我是你救的 这里面的东西 我没有脸要了 你全部拿走吧 见滴血同意了自己的说法 成姬赶紧再次说道 滴血安然无恙到这里 还能救他们几个 他就知道滴血的实力远远超过了他 烟血仪和沈丰 连忙也是抱拳说道 我们也是不要这里的东西了 滴血哈哈一笑 我滴血可不是什么吃毒食之人 我的东西 其余的东西 你们三个分一下吧 我在这里等你们 去 余下的东西还有八件 听到滴血不要了 无论是成姬还是烟血仪和沈丰 都是欣喜不已 滴血之所以能从那陨命关进来 他们三个是出了力的 看出来滴血的确不是说假话 三人再次感谢了后 各自去破解禁止 不是他们不想客气 实在是他们的修为都到了瓶颈 这里面的东西 很有可能让他们再进一步 这个时候客气 就是和自己的大道过不去 烟血仪三人开始破解禁止后 才知道滴血有多么强大 这里的禁止每一个 他们都需要破解数天时间 而之前 滴血在一炷半箱时间 就破解了三个 破解禁止这种事情 滴血没有出手帮忙 半个月后 三人将所有的禁止全部破开 其中 烟血仪和成姬获得了三样东西 沈丰获得了两样东西 成宗主 莫非等会 还是从原地出去 滴血对那口黑洞洞的陨命关 心里还是有些忌惮的 不用 陨命上人的滴血御牌 可以激发这里面的传颂阵 成姬说话间 已走到这个墓室 右边黄御驾的后方 滴九这才发现在 右边黄御驾的后方 有一些淡淡的阵纹 之前 他急着寻找裂戒符 一时间竟没有发现 成姬等众人 全部站在阵纹处 激发了手中的滴血御牌 滴九 是一个九级王阵师 连十级法阵 他也不是第一次遇见 站在这个阵纹所在的地方 他始终有些心惊肉跳 想到之前 他在陨命关中感受到的经济 滴九再也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跨出了阵纹 同时丢出了离地艳光旗 因为他有一点想不通 在穿过陨命关的时候 他吃了七色盘桃 他的生机不但没有被腐蚀掉 反而愈加旺盛 结果他在冲出陨命关的瞬间 差点被棺材里面 那恐怖的生机腐蚀留下 那生机腐蚀 很有可能和棺材中的尸体 有关系 能在陨命关中 极大可能就是陨命上人 既然陨命上人 这还不算 还留下一个传颂阵 让人出去 陨命上人 是专门令人不利己的高尚者吗 果然 滴血玉牌 启动传颂阵的同时 一道死亡的血色雾气 将几人全部卷住 然后 直接要送往陨命关 节节 一阵凄厉的叫声 从陨命关中传出 似乎在为传颂阵出力一般 烟血仪三人脸色大变 都是一宗之主 而且都是化针强者 岂能不知道 被这滴血传颂阵牌暗算了 可此刻 他们被传颂阵光卷住 根本就逃不掉 滴血离地雁光旗 丢出的吉时 在这 传颂阵启动的瞬息时间 将这传颂阵的传颂道则打断 滴血本来就触摸到了一丝空间法则 加上这个传颂阵 只是近在咫尺的传颂 在传颂阵 被离地雁光旗打断的瞬间 滴血已跨出了传颂阵 传颂阵 被滴血打断 烟血仪三人 也中途跌落下来 三人进阶跌落在允命关入口 只差一步就要进入允命关了 三人反应迅速 都是第一时间冲离允命关 落在了滴血身边 滴血早已收起离地雁光旗 皱着眉头盯着那个允命关 红阴少爷 你又救了我们三个一命 烟血仪第一个向滴血道谢 成吉和沈丰也读过来道谢 两人的脸色有些苍白 成宗主 你既然得到了 与命上人的滴血玉牌 你应该知道 与命上人的一些传闻吧 那与命上人 到底是什么存在 第九忽然问道 第290章 小中央世界第一宗 一边的烟血仪 反而说道 与命上人 我听说过 传闻是小中央世界 有史以来最顶级的强者之一 他生存的年代 不是很清楚 此人杀人 无算 他杀人不分任何理由 他心情好 或者是不好的时候都杀人 只要单独遇见此人 只有一个结果 被此人所杀 只有 极少数修士 能够从他手中逃脱 因为试杀成性 加上喜欢自称本上人 他得到的称号是与命上人 实际上是一个讥讽的称号 后来与命上人消失后 都传闻他去祸害仙剑了 没想到此人 在末将禁敌弄了一个墓室 成绩也点头说道 我了解到的情况 和燕宗主差不多 原以为此人陨落后会安稳一点 现在看来 此人死后 还是这副德行 沈风摇了摇头 我想与命上人 应该还没死 其余人都沉默下来 与命上人没有死 这里谁都知道 刚才那节节的声音 显然是陨命上人发出来的 唯一可虑的是 陨命上人 能不能冲出陨命关 红英少爷 你的意思呢 成绩转向敌九语气 很是诚恳地问道 在成绩看来 敌九的实力 恐怕是 他们这几个人中最强的 不仅如此 敌九的正道手段 绝对不会差 正道手段差的话 不会在元魂镜 就可以炼化他 留在小世界中的静止 更找不到这里来 敌九说道 陨命上人没有死是真的 不过 他也只剩下了半口气 在残喘着 我估计也不过是一个 元神和腐朽的尸体而已 他在陨命关中 还能残喘一二 一旦他出来的话 就是他送死的时候 所以他不敢出来 敌九是肯定陨命上人 不敢出来 陨命上人敢出来的话 当初他冲出陨命关的时候 那家伙就追来了 七色盘桃 估计对陨命上人更重要 他吃了七色盘桃后 明显感觉到陨命上人 不想让他离开陨命关 可是我们也无法出卷 沈风叹息一声 龙月雪山 只有两名化真强者 除了他之外 也算是示威了 他还不知道 昆宗和虚剑宗的化真强者 进阶被敌九斩杀 比龙月雪山更是示威 出去倒是可以出去 我需要一块等级不错的虚弦精 敌九说道 他身上虽然有材料 能代替虚弦精 效果却没有虚弦精好 若是这几个人 都拿不出来虚弦精 那他只能用自己 略差一点的材料布置 单向传送阵 红英少爷 可以布置传送阵 成吉今生问了出来 燕血仪和沈风 也都震撼地看着敌九 他们自然清楚 虚弦精是 布置传送阵的主要材料 敌九要虚弦精 那不就是布置传送阵吗 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 修真界 能布置传送阵的 都是凤毛麟角 就算是要布置传送阵 也必须要借助 空间精实 一枚空间精实的价值 恐怕比一个九星宗门 也高得多 只有借助空间精实 才能在两地布置出来 传送阵 用空间精实布置传送阵 不一定就要懂得空间法则 而是借助空间精实中的空间法则 形成空间传送呼应 随着修真界资源日渐匮乏 空间精实 更是成了传说中的存在 现在修真界的传送阵 都是上古残留下来的 最多是修修补补补而已 小中央世界天图城外的传送阵群 绝大多数都是上古遗留 有一部分是后来建的 那后建的一部分 几乎用完了整个 小中央世界遗留下来的空间精实 如果有虚弦精 我打算试试看 敌九答道 他打算布置的是单向传送 这种单向传送 他本来就布置过 我有一枚虚弦精 成绩第一时间 拿出一枚灰色精筷 递给敌九 燕血仪和沈丰心力 哪怕是在震撼 也都没有说话 他们没有询问敌九 如何布置传送 若是敌九有空间精实 这种东西 一旦被人知道 那会引起整个修真界济语 如果敌九没有空间精实 也能布置空间传送 那说明敌九触摸到了 一丝空间法则 这可是非同小可 一个触摸到了 空间法则的强者 谁愿意得罪 随即几人就想到了 之前敌九打断 与命上人传送阵的事情 敌九连与命上人的传送阵 都可以打断 自己能布置传送阵 不是很正常吗 那就好办了 大家等我布置单向传送 敌九接过成绩 给他的虚弦精 心里大喜 一枚枚振齐 被敌九炼制出来 然后布置下去 无论成绩 燕血仪 还是沈丰 都是振到强者 特别是成绩 还是一个九级王震师 可他依然看不懂 敌九振齐的放置方位 但是他敢肯定 敌九接触到了一丝空间法则 仅仅是大半天时间过去 敌九就停止了动作 然后说道 大家都进入 我布置的阵文所在 没有人怀疑 敌九有什么暗算手段 三人都是毫不犹豫地 跨入了敌九所布置的传送阵 敌九要对他们动手 根本就不用等到现在 在刚刚进来的时候 敌九就可以出手杀他们三个 敌道友 我们传送离开后 这个传送阵 是不是要回去 沈丰站在传送阵文上问道 敌九 嘿嘿一笑 当然不会回去 允命这个王八高子 敢暗算我 这个传送阵 就留在这里 给后来人 所有被允命上人 引来的修饰 就是没有东西拿 也可以从这个 传送阵离开 我就担心等我们离开后 允命会毁掉这个传送阵 成绩对允命上人 很得牙痒痒的 他之所以能得到 允命上人的滴血玉牌 很显然是允命上人 弄的鬼 目的就是让他进来这里 然后被棺材丁丁杀而已 不用担心 你的那枚滴血玉牌 我融入了传送阵中 别人可以传送 允命 只要赶来 就会被困杀在这里 敌九无所谓地说道 乘机倒吸一口冷气 这要有多强的阵道实力 在传送阵中 还布置了一个隐匿的困杀阵 偏偏他还没有发现 以敌九现在的实力 就是他有真灵世界 被敌九捡走了 他也不敢再有什么废话 传送阵 启动 一道柔和的光芒 卷过 敌九四人 同时被这光芒卷走 几乎是在敌九四人 被卷走的同时 一道灰色的影子 就冲出了 允命关 那灰色影子 刚刚靠近传送阵 就发出一声撕裂的惨叫 迅速冲回了允命关 他发誓 若是有一天 他能恢复实力 他必定将敌九一寸寸地杀死 这是 末将禁地外围 一落在地上 烟血仪就认了出来 随即惊喜地叫道 没错 就是末将禁地外围 敌道友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沈丰 哪怕是一宗之主 此刻也恭身向敌九感谢 敌九短短时间 就连救了他们三次 这种恩情 的确是难以报答 敌九一报全说道 我也要回宗门闭关了 几位后会有期 说完敌九身形一斩 直接 神念盾离开 他现在的实力 哪怕是在天经御主面前 施展神念盾 天经御主 也不敢对他如何 敌道友是哪个宗门 烟血仪 记得敌九是一个散修 现在听到 敌九回宗门 到时候 我必定要去星河派 感谢 成姬回答道 烟血仪同样想上门 再次感谢敌九 此刻听到成姬的话 倒是有些疑惑的问道 星河派 这个宗门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难道是我们被 困在末江禁地后的事情 他在小中央世界 不知道待了多少年 要有星河派 他肯定是知道的 等等 沈丰拦住了一名路过的年轻修士 你知道星河派吗 那年轻修士 感受不到沈丰的实力 赶紧躬身失礼 回前辈 成了星河派宗主后 将星河派改名为星河宗 很多散修都去了星河宗 现在星河宗是小中央星第一宗门 果然和他们猜测的一样 星河派是他们被困在末江禁地后 建立起来的宗门 小中央世界第一宗 烟血仪有些皱眉 虽然他感谢敌九几次救命之恩 星河宗想要说是小中央世界第一宗 有些过了 沈丰淡淡说道 小中央世界有天机阁 还有五大宗门 星河宗就算是宗主很强 也是刚建立起来的宗门 距离第一宗 还有些距离吧 被问话的年轻修士 嘿嘿一笑 前辈不知道了吧 小中央星五大宗门中的 昆宗和虚建宗 几乎要除名了 这两个宗门的画真修士 去星河宗 想要抽星河宗的灵脉 结果被狄宗主斩杀殆尽 若不是狄宗主念 在大家都是小中央世界 修真一脉上 这两个宗门 早就被狄宗主铲平了 狄宗主心胸宽广 实在是我被修士的榜样 昆宗和虚建宗的 所有画真修士 都被杀了 燕血仪也忍不住精神问出 他知道 肖吾和盖曙 被人暗算在小中央星 可昆宗和虚建宗 还有三名画真强者呀 只有成绩漠然不语 当初肖吾 被杀在小中央星广场的时候 他就怀疑是敌酒干的 现在看来果然是这样 那是当然 星河宗开宗的时候 不仅仅是天机阁的 阁主长销 亲自上门恭贺 连真狱的天经御主 也来恭贺了 年轻修士 没有感觉到 三人想法的改变 毅然钦佩地说着